几位少爷 你们好吗 叶世辰 我是来帮你们干掉叶无双的 你想怎么办 知道四大家族 南城的四大家族 就是连我大伯断家 都不放在眼里的四大家族 断家怎么能给四大家族 断家算个屁 你是四大家族的人 没错 你想怎么办 你凭什么帮我们呀 你们知道叶无双的身份 叶无双能撼动整个南城市 但是 是唯一一个能让四大家族 睡不着觉的人 这四大家族 那先父大伯 叶无双到底是什么人 我说的已经够多了 我现在是来帮你们对叶无双的 需要问你们建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你 什么意思 我就让你们死了明白 刚叶无双打你们的时候 我正录着事情呢 现在我只要活活把你们拔死 再把事情放回去 这样就会降叶无双 就可以证明叶无双把死 这样子叶无双也就死定了 而且我也算帮了你们 大哥 大哥 我没有钱只要你不杀我 你让我做什么事都可以 大哥 我求你别杀我 四大家族缺的是钱吗 今天就是你们三个人的死 我要借叶无双的身份 杀了 要换 换叶无双吧 喂 四遥 咱们家楼底下有个中医医馆 里面有件手术室是我的 你现在立刻进去 按里面调整到背书状态 我要紧急做几个手术 另外 现在马上拍车来接我 老板 叶无双死了 那倒没有 叶无双现在功力太高 我恐怕不是背书 但是我把那三个废子杀了 然后掠尸小弟 嫁祸叶无双 也省得我们动手 确定 三个人死了吗 确定 确定个屁 我告诉你 现在那三个废物 已经被叶无双接走治疗了 什么 你终于醒了 你都已经睡了三天了 我 我现在是活着呢 你说呢 你救的我 废话 要不是我 你早就跟阳王爷见面了 他们两个呢 你是第一个醒的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谁对你们下手之后 是四大家族的人 四大家族 什么是四大家族 我知道 四大家族 是隐藏的超级不好 据说他们才会是赞家的数十倍 只是一群隐藏家务后 从未有 那他们为什么要对你下手呢 都是因为你 因为我 他录了之前你打我们的视频 然后企图把我们打死 嫁祸给你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因为你的身世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有什么身世 他说你的身世非同一般 能凌驾于四大家族之上 所以 他们又置你于四弟 我只知道我从小就是个孤儿 被宋上山根师父学医 我能用什么身世 你那想搞清楚 你可以去找段佳段老爷 我听你们说 他跟你的眼前是好远的 断 你现在 事情已经暴露了 不得醒了 叶无双马上就会弄清自己的身世 到时候我们四大家族 全部都将死不藏谁之地 老板你发现 今天最后的 我肯定让叶无双 还有把所有知道叶无双生生 全员 一个不了 是 这次是你最后一个机会 再敢出现任何查错 我让你消失 是 叶医生你来了 叶医生多亏你的治疗 我现在身体好多了 段佳 我这次来呢 是由您侍却 看您说的 那么客气 有事尽管问 段佳 您一定知道我的身世 我想向您打听我的身世 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问题 是因为 有人因我的身世而差点丧命 我从小就被送到山里 跟师父学医 我师父只告诉我 亲人们都死了 但从来不告诉我对 我到现在 连我是什么样的家庭都不知道 您是否他不告诉我 那肯定是他的道理啊 我不管什么道理 我只想知道我的身世 要是段佳知道 还望段佳告诉我 我可真快 这一虎二十年 看来您真的知道 我是知道 可我不能告诉你啊 为什么 你们家的事 是整个南城市 乃至整个南城市 多年的秘密 以后这巨大的阴谋 你怎么认 我不能告诉你 你为什么不能告诉我 我只是想知道我自己的身世 你为什么不能告诉我呢 别问 你什么都不知道 人对你最好 咱们来杀身之后 爸 有那么夸张吗 叶日生都帮了咱家那么大的忙了 不就一个身世吗 你也要是知道的话 不告诉他呗 你不是吧 你说谁都好 我是说谁都好不了 断老 我不怕 我什么都不怕 我只想知道真相 还求您告诉我真相 你不怕 可我怕呀 我要是跟你说了真相 明天就会死 是和四大家夫人关系 我家人的死 是四大家夫干的 你已经知道真相了 叶日生能宣 是你之子 就让他过去吧 你好好过 真相 那么重要 可对我来说真相就是真相 它比命更重要 你有没有想过 你师父憋了二十多年 都没有告诉你 不是 他只想保护你 不想让你受伤害呀 可是到了 叶日生 你现在就到此为止了 行 算了 您不帮我 我不免贴 我现在就上山 我找我师父问清楚 叶日生 你这样做会害了你师父 害了你自己 既然您不帮我 一事你就不要再管 叶日生 你别冲动 我不过他们 叶日生 你这样做会害了你师父 害了你自己 既然您不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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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您就不要再管 让他去送死 爸救了你啊 我知道他救过我的命 可是我要告诉他真相 不是我自己 我们整个段家都会完蛋 咱们段家你是南城首富呀 还有咱们怕的人 你们家算个什么呀 和四大家族 我们就是个蚂蚁 他们最是可以碾死我们 那怎么办呀 我们就什么都不做 这一步说 从踏进我们家门 就注定我们段家不会开 这整个南城 师父 师父 无双 我以缘由四方 不必找我 你的身世也不必深究 切记放下财民 我说 你们这些高人啊 坐这儿 一动不动 一天不死不活 现在你们这些学医的 会不会是熟悉了 我告诉你 我现在不动你 是因为你烦有用 你给我好好活着 我相许考虑 总统 是 师父 师父 断家 四大家族 我的身世 这里面一定隐藏着天堂 一定要查 一定要查清楚 喂 叶医生 出事了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我爸 断 断老怎么了 他跳楼自杀了 你说什么 你刚从我们家离开不到一个小时 他就跳楼自杀了 他有没有留下什么话 他就说 就说只要你查你的身世 断家就会不得安宁 南城市也会不得安宁 他知道的态度 他自杀 是为了保护断家的周全 你怎么说 我的师父 你师父怎么了 我师父他一定有危险